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两天咱们农舍遭受了一次暴风雨的洗礼 虽然咱们提前做好已经准备了 但是呢 没想到这次暴风雨来的这么猛烈 把咱们之前辛辛苦苦搭建的防晒网 还有防晒顶棚也是被撕烂 然后先飞了 不过万幸的是 咱们农舍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 然后毛孩子们也是没有受到伤害 这是令我比较欣慰的一点 这次暴风雨也是给我敲响了一个警钟 就是咱们农舍确实有许多地方也需要改善了 因为咱们的防晒网防晒棚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搭建的 经过一个夏天太阳的直晒 因为我们是地里边嘛 然后那个太阳直射特别厉害 然后也是有点腐朽了 所以说这个需要修缮一下了 还有呢就是咱们农舍现在毛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嘛 现在40多个毛孩子 然后之前做的笼子也是不够了 一到下雨天啊 毛孩子就跟脱经的小野马一样 就是在院子里边来回跑 雨越大他们越开心 特别是这个小幸福啊 昨天下雨的时候根本找不到他 一直在院子里边狂奔啊 所以说今天啊 等一下我准备给他洗个澡 因为流完雨之后 我也是怕他那个在感冒了 或者说身上有这个皮肤病 今天下午呢 因为还要约了一个老板 就是想看一下一个场地 看能不能适合咱们农舍的一个搬迁 所以说呢 只能先简单的把咱们的顶棚给修缮一下 然后呢给小幸福洗个澡 其实这次暴风雨啊 对于咱们农舍来说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对于我们农村的农作物来说啊 这次真的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 九汉风干路 挺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啊 今天还是一个好日子 因为我觉得嘛 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 知足常乐嘛 是不是小幸福 好了 这会儿就先给幸福洗澡 然后咱们去修缮防晒棚 然后再去看场地 走吧 请福 从黑夜到黎明 不管有多难 挫折只会让我 变得空家争吵 从黎明到白昼 回来就在前方 跟着那一道光 已经实现梦想 守护着我的光 拼命往前走 拼命往前走 排出了所有 淡缺和懦弱 还在等什么 望着前方的脸 敲向你挥手 慢慢的走 默默分头 在光的尽头会有结果 相信的理由 是自己的双手 无畏一切的艰难追索 今天下午啊 咱们三件事都完成了 第一件事呢 是给小幸福洗澡 洗完澡之后啊 身上香喷喷的 而且毛发也是特别的软 小幸福啊 经历过那件事之后 回到农舍 就是缝200针 回到农舍之后 性格也是特别的胆小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啊 慢慢的也是越来越粘人 而且呢 慢慢的也会跟咱们 农舍别的毛孩子去接触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啊 第二件事呢 就是修理咱们的这个遮阳棚 因为今天下午时间比较赶 所以说只把就是 坏掉的三块给修补了一下 等过两天呢 就是咱们再排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别的破损的地方 第三件事呢 就是看院子 其实这个院子呢 我觉得挺合适的 因为大小呢 比咱们现在农舍现有的地方 大了大概一两倍吧 因为咱们这个大小是不到一亩 那个院子呢 大概是两亩多 地方挺合适的 但是价格还是有点贵 就是一年的话 大概要四五万吧 我会再跟老板去商量 看价格能不能往下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